3月20号,湖南省郑州市遭遇冰雹雨 其中永新县持续了大约15分钟地面上就盖满了一层 05县部分地区还降下了如鸡蛋大小的冰雹 这场突如其来的冰雹雨天气暂未造成严重灾害 目前相关部门没有收到灾情报告 已经做好雷暴天气抢险救灾准备 这场突如鸡蛋大小的冰雹雨天气暂未造成丰雹雨天气暂未造成丰雹雨天气暂未造成丰雹雨天气暂未发生 冰雹雨天气暂未造成丰雹雨天气暂未发生